全球第二大家密貨幣交易所FTX的破產 波及了全台灣60萬的用戶 我們就找到了這一波虧損的投資人 他就說一堆人慘胚上百萬 秀書截圖大賠1萬美元 相當於28K上班族一年薪水 虛擬幣投資人陳先生只能搖頭苦笑 因為全球第二大家密貨幣交易所FTX破產 網站還被駭客入侵 這場幣圈雷曼風暴 以全面吹向全台60萬名用戶 以美國的交易所來講 它就是一間合法合規的交易所 那也導致就是現在蠻多人 其實在這次的事件中就是被影響到 陳先生進入幣圈四年資歷 坦言這一次慘況真的是史無前例 但他還算幸運 畢竟有人虧掉投期款 三年年薪還有人虧掉千萬台幣 就連台灣加密理財平台也損失慘重 受損1067萬美元相當於台幣3.3億元 但投資金融市場本來就有賺有賠 過去虛擬貨幣也曾經輝煌 2018年價格飆漲 以陳先生來說資產就多了一倍之多 如今碰上加密貨幣史上最慘危機 不少人從一夕致富變成血本無歸 主要是因為跨國交易所 不適用存款投保機制 簡單來說 錢放在銀行一旦出現問題 可以保障投資人的存款 但虛擬貨幣交易所並沒有這種功能 更慘的是現在傳出FTX創辦人弗瑞德 已帶著20億美元約新台幣633億元 搭乘私人飛機跑路到了阿根廷 看來這場虛擬幣風暴 短時間內不會平息 東森台新聞劉子彈林浩宇 台北報導